从哪开始我就觉得第一个先从忽悠沃尔玛开始 那我就找人约 约了好长时间 我就见面谈老美还有几个老婆 听完以后都笑 觉得这这么小公司怎么结束跟沃尔玛合作呢 后来我就反复跟他讲 哎呀我怎么有好的条件或者怎么样 把他忽悠动以后 我就跟沃尔玛的合同一签 我们就想风设法把它弄得很舒服 租金低一点或者什么怎么低 然后呢他的租金低了 旁边的租金就高了 又招了很多高租金来 哎后来觉得这个模式可以 紧接着拿了这个协议 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跨国企业 或者其他企业去 把这些忽悠起来 你看老大全球老大企业能跟我们合作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好了包括国内的什么 淑女的国美啊 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 这个百事餐饮啊 什么麦当劳等等等等 就把这些忽悠起来 从来开始 现在的形式完全颠倒过来 那正所谓商业当中一句话 叫客大气垫电大气候 那现在什么这个企业那个企业 那都得 那得看我们颜色形式 哎 我们基本上说 叫谁去 谁就得去 你说不去 我都现在开店多了 一年开二十个 我再加还有五六十个 你说不去 那结果就不一定有了 这一年开店多了 那边是什么